作品四号 有的人在工作学习中缺乏耐性和韧性 他们一旦碰了钉子,走了弯路 就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有研究才能 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 许多有名的科学家和作家 都是经过很多次失败 走过很多弯路才成功的 有人看见一个作家写出一本好小说 或者看见一个科学家发表几篇有分量的论文 便仰慕不已 很想自己能够信手拈来 妙手成章 一觉醒来 欲满天下 其实,成功的作品和论文 只不过是作家、学者们 整个创作和研究中的极小部分 甚至数量上还不及失败作品的十分之一 大家看到的只是他们成功的作品 而失败的作品是不会公开发表出来的 要知道 一个科学家在攻克科学堡垒的长征中 失败的次数和经验 远比成功的经验要丰富深刻的多 失败虽然不是什么令人快乐的事情 但也绝不应该因此气馁 在进行研究时 研究方向不正确 走了些岔路 白费了许多精力 这也是常有的事 但不要紧 可以在调换方向进行研究 更重要的是 要善于吸取失败的教训 总结已有的经验 再继续前进 根据我自己的体会 所谓天才就是坚持不断的努力 有些人也许觉得我在数学方面有什么天分 其实从我身上是找不到这种天分的 我读小学时因为成绩不好 没有拿到毕业证书 只拿到一张修业证书 初中一年级时 我的数学也是经过补考才及格的 但是说来奇怪 从初中二年级以后 我就发生了一个根本转变 因为我认识到 既然我的资质差些 就应该多用点时间来学习 别人学一小时 我就学两小时 这样我的数学成绩得以不断提高 一直到现在 我也贯彻这个原则 别人看一篇东西要三小时 我就花三个半小时 经过长期积累 就多少可以看出成绩来 并且在基本技巧烂熟之后 往往能够一个钟头就看懂一篇 人家看十天半月也解不透的文章 所以 前一段时间的加倍努力 在后一段时间 能收到预想不到的效果 是的 聪明在于学习 天才在于积累 节选字 画罗庚 聪明在于学习 天才在于积累 在于积累